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所以,你昨天和我说,丽狐明珠那个楼盘要整改,不能再那么迈了,我当时也在考虑这事 全市的楼盘除了地段都差不多,那么丽狐明珠那个项目的优点在哪里? 秦思雨说道,周围的环境好呗,出了小区就是丽狐,水边的空气好,丽狐的湖地上都是树木,可以说是天然的养霸 对,所以,整改之后的丽狐明珠项目,我们要打造成一个高端的楼盘 小区里的绿化建设和基础设施都要提高一个档次,所有的宣传材料都要重新做 最重要的一点,现在老百姓都被开发商坑怕了,我们要做一个承诺,凡是印在宣传单上的景色和建设,都要不折不扣地完成 欢迎购房者拿着我们的宣传材料去挑刺,哪里不符合,赔钱 秦思雨说道,嗯,这也是个不错的噱头,现在房地产商开发的房子货不对版的情况太多了 张小驴说道,没错,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做一个消费者的群体的定位,也就是这种房子是为谁盖的 肯定是你刚刚问到的中产阶级,真正有钱的富豪不会买这样的房子 他们会买高端的别墅,但是真正的刚需也不会买那里 那里交通不便,不通公交车,没有车想去哪都难 这样的人群也不用考虑了,连车都没有,会买我们的房子吗? 秦思雨问道,张小驴点点头,心想,我也是没车的 我还想买个房子,把我爸妈接来呢 后来很多时候,张小驴都提到了这一次和秦老师的谈话 他说,这一次的谈话是给他生命指明了方向的一次谈话 以至于他解释说,无论怎么美化这次的谈话都不为过 因为这次谈话之后,他明白了自己是谁 你说的意思是,我们要把房子卖给想要改善生活的中产阶级 张小驴问道,没错,这也是齐强说的 未来几年,为什么政府必须要从中产阶级身上拿钱了 说这个之前,那我们就先说说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吧 秦思宇接下来讲的这些话,让张小驴触目惊心 也明白了很多老百姓不懂的道理 其实,你看现在西方国家很先进 国民素质高,受教育程度高,对吧? 以英国为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通过一次次的把中产阶级贫困化来实现国家整体素质提高的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承载了太多中产阶级所带来的高额度期望 那么必然会陷入到债务危机,最终无法维系统治 所以,打掉中产的高期望值,降低债务规模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产阶级贫困化 所以,你学学历史就会知道 进入到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个要紧的事 那就是,不能让他们的人民太有钱 不仅不能让他们太有钱,还得让他们欠一批股债 无非就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问题 渐进是还是断崖式的问题 不然大家积累了财富,就不好好干活了 还这要求那要求,这自由那自由,让你欠一批 股债,每天醒来都欠银行多少钱 就和出租车司机似的 每天醒来都欠几百分子钱 你还有空瞎比比吗? 还不得老老实实去开车干活 商量变法中有一篇著名的域名武术 其中入民篇里有过详细的阐述 你回头可以看一看 大致的意思就是民众贫苦的话就会去赚钱致富 当他们富了之后,就会有交涉淫义的毛病 很难说服他们再继续为国家出力干活 换到现在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要是手里有个百八十万的存款 每天下班撸串喝酒 还能有啥进取心 要是想办法让你在一二线城市买套小房子 每个月睁眼就是欠银行好几万 你还不得拼命地去赚钱 资本家和政府联合起来 总有办法让你欠更多的钱 目前我们国家主要是房贷 后面消费主义盛行 车贷、信用卡、蚂蚁花呗 京东白条都在快速增长 花钱的时候有多感谢他们 还钱的是时候就有多恨他们 现在是不是明白我的话了 齐强说得对 国家一定会想办法从中产身上薅羊毛 只不过很多国家都是采取渐进式的 手法相对隐蔽温和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一个不断消灭和培养中产阶级的过程 每次把中产阶级搞得没钱了 就又开始积极发展 给你新的动力积极向上 这些年每一次泡沫的兴起 媒体都会推波助澜 结果都是中产阶级买单 典型的就是万众创业 匹突匹 比特币 无一例外都是一两年内破灭了 单单一个泛亚就被骗430亿元 22万个中产家庭返贫 这些手段中产不知道吗 张小驴问道 消灭中产的手段有四个 加税 通货膨胀 给你机会让你觉得哪里都是钱 然后投资掉坑里 第四个就是金融危机 加税不能太狠 加得太狠 富豪就跑了 国家没钱 就只能找中产药 最近法国闹黄马甲 就是这个原因 通货膨胀也不能太狠 搞得和津巴不为似的 都赶上我们国家的天地银行了 国家也会乱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勤劳 积极向上的国家 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你机会 加税会骂声一片 通胀威胁政权 金融危机更可怕 不好控制 中产阶级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想当资本家当不上 想破罐子破摔又摔不起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做法 就是联合资本家收拾中产阶级 尽量薅鹅毛 而且完全不怕鹅叫唤 因为没人会同情中产 底层人民听了中产痛彻心扉的呼号 会笑死 他妈的嫌纳税多 老子巴不得多那点税呢 可惜没那资格 所以 我们要顺应这个潮流 把力壶明珠打造成云海市中产阶级的置业首选 高端的装修和环境 满足中产享受的欲望 给云海市中产一个世外桃源 你觉得怎么样 秦思雨问道 看来中产还真是招人恨啊 张晓驴悠悠地说道 没错 中产是政府最烦的一个群体 除了能干点活 整天骂国家骂资本家 觉得自己赚得少 没什么大本事 创业博弈把不敢 还喜欢要这样呢 还贪 低价股票房子 不敢买 拉高了就冲上去买 买完了房价格跌下来 拉条幅退房骂政府 涨了就是自己能力强有眼光 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名义自居 你要是政府 你烦不烦 是不是觉得这些人就是白眼狼 不宰他们宰谁 张晓驴听到这里 后被冰凉一片 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毫无疑问 张晓驴现在就是那个底层 但是他一直都在向着中产努力 无论是被动也好 主动也罢 这是他本能的选择 谁不想有钱 谁不想致富 谁不想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问题是他现在发现 就算是你在努力 都摆脱不了被拔毛的命运 而秦思宇就是代表资本家 他们有钱 有资源和人脉 可以做上亿的生意 可以把一片烂的没人买的房子包装一下 卖给那些中产阶级 当然了 还有政府的鼓励和媒体的造势 无论你怎么躲 都躲不开一个接一个的坑 所以 或者是回农村 做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二母低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安度余生 来一场大病 把家里的钱花完死了拉倒 或者是再往上爬 爬到秦思宇和钱洪亮这样的位置 成为资本家 然后剥削下面的中产和底层 如此而已 每个社会都是金字塔 想往上爬 就得不断地把上面的屁股扒拉开 自己才能上去 想和国家合作 至少你先得有资本吧 所以 张小驴好像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了 你还不走吗 下了班 秦思宇问张小驴道 我再忙一下 你先走吧 没事让我干了吗 张小驴问道 暂时没有 有事明天再说吧 我先走了 秦思宇说道 等到秦思宇走了 张小驴继续忙手里的活 没想到钱多多也没走 等到秦思宇走了 他悄悄地来到了张小驴的办公室门外 自从再立湖明珠把他丢下之后 他再没找过他 所以 这几天 他的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这家伙还真是记仇啊 自己不理他 他就真的不来理自己 钱多多站在门口 张小驴觉察到有人 于是抬头看他一眼 问道 有事 自从洛宇告诉他说 要想对一个人深入地了解 就得不断地观察 然后分析这个人 最后才能得出结论 可是就算是得出了结论 也要不断地随着自己的观察进行调整 所以 通过自己的观察 张小驴渐渐摸清了钱多多的脾性 他这才感量着他 毫无疑问 他对张小驴来说 是很有用的人 或许以后更加的有用 但是和他的关系 最多也只能是维持在暧昧的阶段 所以 张小驴不着急 要是和他突破了暧昧的关系 赵可卿会拿刀割了他 那就不是割包皮的问题了 既然是暧昧 那就不能着急了 太急的话容易失控 一旦越界 就再难撤回来 而且 钱多多是属于那种 敢爱敢恨敢做的家伙 真的不是张小驴这个段位能控制的 所以 他采取的方式就是你来 我就和你玩 你走 我也不拦着你 所以 自从被他放了鸽子 他就采取一种措施 晾着他 你说你这人 怎么就这么小心眼呢 我不就是 把你扔下了吗 再说了 你也没跑着回来吧 那里那么多咱们公司的人 哪个不能把你烧回来 小心眼 再说了 你说的那叫人话吗 我要是把这话告诉我妈 看我妈不宰了你 钱多多说道 张小驴懒散地抬头看他一眼 说道 我在加班 你要是没事就先走 好吧 别耽误我工作 我说的那些话是不对 你也把我扔下了 咱们扯平了 好不好 不好 你这个人 很没男人位 你怎么和一个女孩子一般见识呢 我觉得吧 你该对我好点 我对你来说 太重要了 你对我好点呢 我还能帮你多干点活 不然的话 可能很多事我都不会帮你做了 钱多多说完 将一个U盘放到了他的桌面上 什么东西 张小驴问道 打开听听不就知道了 钱多多不动声色地说道 张小驴预感到有些不妙 于是把U盘插到了电脑上 然后打开了 是一段音频的资料 可是当听到里面的声音时 张小驴彻底呆住了 这些都是自己和秦思雨在办公室里说的话 有些话说得还很暧昧 而且 这是一段剪辑的对话 分为好几段 只是每段对话都是很短的 一分钟 半分钟之类的 他不是为了要这些对话的内容 他是在展示自己黑客技术的厉害 是对张小驴无声地威慑 你想怎么样 张小驴转动椅子 看向他 问道 向我道歉 马上 钱多多笑眯眯地说道 张小驴立刻站了起来 却关了门 回头对他说道 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 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 钱多多学着他的话说了一遍 张小驴气得有些发懵 你 道歉 否则 我就把这些音频 发到公司的邮箱里 每个人都能听到 张小驴顿时有一种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 他没有道歉 反而是走到他的面前 问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要是让秦思雨知道了 他会报警的 你我都得进去 我进去他捞我 你进去谁捞你 你妈妈 你呀 你肯定会捞我 要不然绝好酒店的事也会报出去 到时候看看谁会被追杀 那个大老板我也查到了 好像是叫陈兆文 是明南集团的董事长 没错吧 你敢监控他 你还让我去 你安得什么心 一旦被人家知道了 你我都得死 你说你是不是该向我道歉 钱多多再次给了张小驴一击 问道 张小驴顿时有一种被逼到了墙角的感觉 于是看着钱多多得意的脸 他明白 钱多多不是想去举报 他就是孩子气 就是想获得他的关注 看来自己亮着他这是起作用了 张小驴此时真的顾不得那么多了 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 然后用力 将其按在了墙壁上 人家的壁咚都是面对面 他的壁咚是脸贴墙 虽然他在反抗 可是刚刚想要喊出来时 顿时感觉自己的腰带一松 有一只手摸到了自己的草地里 庄稼地里长草很正常 草地里见货有一两株的庄稼也是有的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基本都是杂乱得很 钱多多更加的杂乱无章 这里不是草地 是草原 因为张小驴摸到的是 他的毛针朵 这 这怎么了 张小驴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指上有不少的血迹 吓了一跳 钱多多也被吓了一跳 可是随即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 朝着张小驴的脚面上就是狠狠的一脚 张小驴吃痛一下子松开了他 钱多多趁机提上了裤子 然后转身出去了 张小驴看着自己的手指 上面的血迹未干 也不是那种非常明显的血迹 开始时 他以为自己的手指破了 可是仔细一看 没有伤口不说 钱多多在厉害 那里的软肉 也不会把自己的手指磨破吧 这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自己把它给捅伤了 他也没怎么当回事 可是这是在钱多多那里 却是天大的事 他刚刚就感觉到一阵疼痛 可是当时被他死死地压制着 自己没当回事 现在看来 这是来大了 自己很可能 很可能是那层膜 被他的手指给捅破了 这个混蛋 他想过一千次那层膜 会怎么被捅破 可是从来没想到 会葬送在他的手指上 刚刚就觉得 他捅得太深了 可是自己怎么抗议都没用 这下好了 这个混蛋 这个暗亏就这么吃了 张小驴忙完了手头的活 下了楼想要去引清晨家 可是此时有一道刺眼的灯光照射过来 他用手遮挡着 看到了那是钱多多的车 于是慢慢走了过去 你怎么还没走 张小驴问道 上车 我和你说点事 怎么了 送我回去 张小驴问道 钱多多的脸色很不好 张小驴也没多说什么 于是上了车 你知道刚刚是怎么回事吗 钱多多牛脸看着他 问道 刚刚 刚刚怎么了 刚刚刚你手上的血迹 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你这个混蛋 你把我这一辈子都毁了 我怎么嫁人 我要是把这事告诉我妈 他一定会杀了你 钱多多看着张小驴 恶狠狠地说道 不是 你这头上一句 脚上一句的 啥意思 张小驴问道 钱多多看着他 他的表情好像是真的不懂 于是转了个身 正面对着他 说道 我怀疑 刚刚你把我的处女魔筒破了 要不怎么会流血 你这个混蛋 我让你轻点 轻点 你听不懂人话吗 现在好了 你说怎么办吧 啊 张小驴一脸啊了好多声 他没想到 没想到钱多多还是个处 而且这种事 谁能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看他这架势 这是要讹上他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以为你不是那个什么 我哪知道你 居然没有那啥 张小驴有些语无伦次 可是这是怎么解决 你想这么解决 钱多多再次问道 张小驴杂巴了一下嘴 说道 好事啊 走吧 你给你妈打个电话 说今晚不回去了 还去那家酒店 还去那个房间 我既然做错了事 那就一错到底 怎么样 什么 你想干嘛 钱多多吓得往回一缩 双臂抱肩 问道 张小驴没犹豫 伸手放在他的脖子上 然后向自己这边拉 直到他能亲吻到他为止 于是 两人就在车里 开始了新一轮的亲吻 只是这一次 张小驴无比的温柔 既然钱多多说他是个处 那他就得好好的体验一下 想起上一次这么体验 还是在陈小霞的身上 没想到在城里 还能遇到这样的好事 对于将来和钱多多会怎么样 张小驴完全没想过 因为有些事想也没用 洛宇告诉过他 生活不能像做菜那样 葱姜蒜油盐酱醋都备齐了 然后端菜下锅炒 那样什么都晚了 因为所有的条件都具备时 可能这样的好事就轮不到你了 生活要像熬粥 有米就下米 有面就下面 米面都没有 先烧水也行 总之不能等 不能把所有的结果都想好了再去做 那样的话 等你想好了 你也该咽气了 所以 如果今晚张小驴前怕狼后怕虎 想好了怎么对付赵可卿 再怎么应付眼前的钱多多 那今晚就什么都办不成了 而且还会把钱多多给惹火了 所以 此刻的张小驴 只要先把他稳住 接下来再说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事情 不是还没来的吗 不得不说 自从跟着洛宇培训开始 他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改变 要想活得自在 就不能怕事 怕事的人永远也做不成事 因为从一开始 他们就担心这是做不成 那就一定会做不成 这就是莫非定律 怕什么来什么 一个深深的法师热吻 让钱多多有些眩晕 他没想到自己和张小驴的关系 会突破得这么快 走吧 开车 去酒店 不行 你下车吧 我想回家 我 我觉得 我们进行得太快了 所以 我想静一静 让我一个人待会 好吧 钱多多看着他 生怕他生气似的 以商量的口吻说道 张小驴点点头 说道 好 没问题 你说了算 你什么时候想好了 再告诉我 张小驴说完 又再次亲吻了他的脸颊 然后推门下车 等着钱多多把车开走 这才离开 完了 这次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自己怎么就这么守剑呢 干嘛要捅那个玩意呢 张小驴自言自语道 你对这东西很感兴趣吗 谁要修博啊 隐清晨低头看着电脑屏幕问道 张小驴那个炯啊 自己刚刚趁着隐清晨洗澡的时候 在电脑百度一下处女魔修补的事 可是自己看得太入迷了 居然没听到身后隐清晨什么时候过来的 不是 刚刚弹出来一个广告 我看看咋回事 张小驴善善地笑笑 聪明如隐清晨 还能看不出这是他主动搜索的 可是他不想说 也就没逼他 睡吧 需要我帮忙时就告诉我 我知道哪里有做这玩意的 不过现在谁还在乎这个 你很在乎吗 是想我去修补一下 隐清晨开玩笑地问道 别扯淡了 我没这情节 真的就是搜着玩的 张小驴说道 那就好 我希望你和我的关系是清澈的 你看我 把我最不堪的一面都展现给你了 所以 你有事要告诉我 或许我能帮你解决 我不能帮你的话 也会找朋友帮你 别窝在心里自己想办法 你要是能想到办法 也就不会在这里发愁了 隐清晨说道 张小驴点点头 但是依旧没支声 好吧 睡觉 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 再告诉我吧 你知道 我不是个吃醋的人 我在乎的是 每时每刻的享受生活 因为我明白 世事无常 今晚打算好的事 谁能保证活到明天呢 全世界每年在睡梦里死亡的人 就有上百万 哎 这是多么好的离开方式 但愿我也能摊上吧 隐清晨侧卧在床上 呈现一个S形状 张小驴关了电脑 一下子就扑了上去 贺家瑜 贾瑜 张小驴看着老杨给他的牌子 这个名字还真是够特别的 怎么会起这么个名字 叫这个名字 必须要带上姓氏 要是只叫名字 很容易叫成贾瑜 张小驴站在出口的位置 举着这个小牌子 他是来机场 接新的人力资源部长的 这人还是洛宇介绍来的 所以秦思宇给足了面子 不但是让张小驴来接计 还让他捧了一束花 终于 有人在他的面前停下了 戴着一个硕大的墨镜 美安太地产的 对 我是 走吧 车在哪呢 门口 请问是贺小姐吗 是我 帮我拖着行李 累死了 说完 将两个箱子的行李 扔给了张小驴 张小驴拿着牌子 抱着花还得拖着俩个箱子 人家这位贺小姐背着小胯包悠然而去 根本就是把她当成苦力了 哎 但是好像这并不管用 她刚刚没注意 这位贺小姐还戴着耳机呢 老杨看到这一幕 急忙打开车门的同时 跑过来帮着张小驴拿行李 这是哪来的姑奶奶呀 这么难伺候 老杨小声问张小驴道 我哪知道 别说是姑奶奶了 就是小祖宗也得供着呀 张小驴说道 张小驴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老杨启动了汽车 张小驴回头看看他 戴着墨镜 耳机 于是张小驴问道 贺小姐 我们先把你送到酒店去吧 公司在那里准备了房间 行啊 没问题 贺家瑜说道 嘿 他能听到 这下要小心了 戴着耳机居然能听到 可是怎么看 这人也不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力资源部长人选 洛宇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车到军豪酒店 张小驴和老杨帮着他把行李送到了房间 贺小姐 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吧 可能接下来你的行程什么的都需要和我联系 张小驴说道 贺家瑜没说话 伸手从包里拿出来一张烫金名片 只有名字和电话号码 没有公司 也没有职务 就是这么特别 我的电话是 好 我知道了 你可以走了 明天上午这个点来接我 我去见你们秦总 好 我回去和秦总说一下 嗯 另外 这个房间太小 给我找个套间 我要在酒店房间上班 除了见秦总 不会去你们公司 贺家瑜说道 好 我会向秦总汇报的 张小驴说道 回去的路上 张小驴心想 这个人的谱也太大了 就算是骆宇介绍来的 那也不能窝在酒店里上班吧 这么特殊 看起来 他这是要在酒店里待着不出去了 张小驴回去一汇报 秦思雨也是皱眉不已 当着张小驴的面 给骆宇打了个电话 委婉地说了这事 没想到骆宇的回话很简单 他就这样的脾气 不过在猎头圈里 还是很有人脉的 你放心 你想要什么样的人才 他都能给你找到 节省下来的时间和成本 足以支付那点酒店房间费用了吧 骆总 看你说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问问 因为公司里也有其他人吗 他不来上班 我怎么对其他人交代 秦总 这点事 我相信难不倒你 他也不会一直待在你的公司 估计做完他要做的事 就不会在你那里待了 上班这几年 还从来没在哪个地方待过一年以上呢 骆宇说道 秦思宇点点头 说道 那好 谢谢骆总 找时间请你喝茶 挂了电话 看向张小驴 说道 听到了吧 去查查这个人 到底什么来头 和骆宇什么关系 骆宇对他这么了解 而且还这么维护 这里面不简单啊 啊 我去查 我上哪去查啊 张小驴问道 秦思宇白他一眼 说道 网上 去查查 或者是到网上的猎头圈里问问 见到落雨时套套话 会不会 张小驴立刻闭嘴 领导交代的任务 无论好不好干 能不能干成 都不要首先否认这事的可能性 老板让你去干 是信任你 先要去试试 实在不行 再回来汇报一下 否则的话 领导会认为你这人没有担当 不能贯彻领导的意图 你顶上几次 老板就不用你了 然后就是开除拉倒 说实话 张小驴对贺家瑜也很感兴趣 但是既然秦思宇也这么说 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 去查查这人到底啥来路了 可是说到底 这事还得用钱多多 这个人真是绕不开了 贺家瑜在张小驴走了之后 在房间里到处看了看 然后打开了一个行李箱 换了一身衣服 要是张小驴在这里 他绝对认不出来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贺家瑜 不一样的服装 不一样的发型 当然是戴了假发 就是刚刚从机场来的时候 那也不是他本来的面目 所以当换了这身装束之后 就更没人能认出他来了 出了酒店 打了个车离开了军豪酒店 在出租车启动的那一瞬间 扫了一眼 刚刚在大厅门口停着的那辆车 那辆车上下来了一个人 他只是扫了一眼而已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刚刚秦思宇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不想去公司上班 他有些不高兴 洛宇看着对面坐着的贺家瑜 说道 无所谓 他要是没法接受我的工作方式 那可以不签合同 反正这个破地方 我也没打算长期待下去 这里好像不适合我 贺家瑜说道 既然来了 就待一段时间吧 你心里还是有阴影 洛宇问道 是啊 我不敢去想 贺家瑜淡淡地说道 药呢 还坚持吃着吗 嗯 都带来了 每个月美国那边都会给我邮寄过来 有一个月的存量 放心吧 我没事 不会再出现那样的情况了 感觉美国那边寄过来的药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也找到了减压的方式 从那次之后 还没发作过呢 贺家瑜说道 嗯 那也得注意点 尽量让自己放松一些 别把任何事放心上 有些事不是你能左右的 顺势而为就好 洛宇说道 嗯 我明白贺家瑜淡淡地说道 就算是没有秦思雨托我找人力资源不找 我也会想办法把你挖过来 毕竟 有些事只有离得近了 才能有所作为 离得太远 总会有各种偏差 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年 也该等到机会了 所以 不要着急 该是你的 总会是你的 尽力就好 洛宇说道 贺家瑜苦涩地笑笑 没说话 只是端起茶杯喝了口茶 再慢慢放下 可是洛宇分明看到了他的手在抖 美安泰公司现在做主的是秦思雨 其他的老员工都在纷纷辞职 你来试个好机会 秦思雨最信任的人是一个叫张小鱼的人 他们也有人叫他张小驴 这个人很得秦思雨的信任 他投了大价钱把他送到我这里来培训 不过以我的经验 张小驴应该是秦思雨的情人 所以 对这个人 你也注意一下 不要得罪他 我们是来做其他的事 不是和美安泰内部的人作对 一定程度来说 美安泰地产是我们的保护层 有这层关系 你要做的事会方便很多 洛宇说道 嗯 刚刚就是那个人接的我 没注意 贺嘉瑜说道 无所谓 你想要交往就交往 不想交往就别之声 没人敢把你怎么样 吃点东西吧 你太瘦了 洛宇说道 没胃口 待会回酒店休息 嗯 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人了 他好像也住在军豪酒店 贺嘉瑜说道 秦思雨把你安排到军豪了 洛宇皱眉问道 嗯 房间小了点 我让他们给我换个套间 明天再说吧 让他们给你换个酒店吧 洛宇担心地问道 没必要 我也不到处走 不会遇到他 就算是遇到了 也不一定会认出我来 我怕什么 贺嘉瑜倔强地说道 吃完了饭 洛宇坚持要跟着他回酒店看看情况 进了房间 洛宇看看酒店的陈设 除了小点没什么缺点 洛宇坐在椅子上 看着贺嘉瑜换衣服 当贺嘉瑜脱得只剩下内衣的时候 洛宇站起来走到他的身后 此时贺嘉瑜好像也知道了他的靠近 于是回过头来 四目相对 他们不是第一次 所以都很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贺嘉瑜也知道 洛宇坚持跟着 到酒店来是什么意思 所以 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再解释 据说人与人的相互吸引 是因为身上的味道 这也不难理解 动物相遇 总是相互闻一闻 相互的味道怎么样 再帅的小伙子 再美丽的姑娘 靠近你的那一瞬间满鼻子 都是糊臭的味道 保证也会让你的兴趣 瞬间当然无存 贺嘉瑜和洛宇身上的味道 彼此早已熟悉 只是每一次都在加深 对这种味道的理解而已 程序也相对简单 当洛宇准备好之后 贺嘉瑜从自己的行李里 拿出来一件特殊的内裤穿好 慢慢地向洛宇的身体压下去 直到洛宇发出一声压抑的哼声 你以为请我吃顿饭 我们的事就完了 钱多多看着眼前精致的菜肴 早已想动筷子了 但是嘴还死将 说什么话呢 什么叫我们的事完了 我是个敢做敢当的人 我既然做了 虽然不是用那玩意做的 但是我也会负责到底 谁让我的手剑呢 不论怎么说 都是我进去了 虽然只是手指 张小驴说到这里 看到了钱多多要杀人的目光 不敢吱声了 亲自拿了筷子 塞到了他的手里 说道 我今天请你吃饭 就是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真的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感觉 我们可能进行得太快了 我们慢一点 相互培养一下感情 然后慢慢来 你觉得怎么样 要是一步跨到那个地步 我担心你受不了 那你以后不许 和秦思雨眉来眼去 搞暧昧 钱多多说道 那不行 这事不是你说了算 张小驴说道 你什么意思 这是你得问你妈 我和秦思雨的眉来眼去 都是你妈教我的 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等她和你爸离婚时 为你和你妈争取最多的财产 我得巴结她 张小驴说道 巴结也不用把自己搭上吧 钱多多说道 张小驴看看她 放下了筷子 问道 你和我说句真心话 你到底怎么规划你和我的关系 我 我不知道 钱多多说道 哎 我就知道这是很麻烦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要看看点 张小驴叹口气说道 什么事 钱多多问道 你妈绝对不会同意你和我的关系 张小驴表现得非常的沮丧 说道 为什么 钱多多一愣 问道 你看看 我要啥没啥对吧 还是个农村来的 而且呢 你妈觉得 我在秦思雨这里干活 可以利用 这才搭理我 还有就是你 你说我和你去哪里 你妈都得跟着 对吧 那次在酒店的时候 你妈差点就要到酒店来找你了 你妈对我对你都不放心 不信你试试 回去问问她 就说 你想和我出朋友 看看她啥意见 张小驴说道 真的 钱多多有些不信地问道 张小驴说道 你试试就知道了 还有 这是吧 我真得再次向你道歉 我就是个混蛋 不该那么做 我 我那时候 真是脑子浑了 这几天 我都在网上搜这方面的材料 你猜我找到什么了 什么 网上说那玩意 是可以修补的 你要是真的很在乎那层东西 我可以陪你去做修复 你看怎么样 张小驴小心地问道 钱多多文言愤怒地看着她 张小驴立刻闭嘴 说道 当我没说 我错了 张小驴现在对钱多多 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看起来 她是真的讹上自己了 她现在真想拿刀把这根手指头剁了去 可是那有个屁用 目前来看 只有赵可卿这一张牌可打了 算了 这是你还是回去问问你妈 好吧 张小驴问道 钱多多看着她 问道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赖上你呀 就像刚刚你说的 你说你有啥 帅吗 有钱吗 有房子吗 渣男 好好 你说我什么都好 只要你开心 行了吧 虽然你这么说 但我是个有责任感的人 毕竟这是是我造成的 还是在你没同意的情况下 所以 我还是要检讨 哎 不过 这是你到时可以征求一下你老爷的意见 我看他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张小驴忽然说道 这是我不用你教我 我知道该怎么做 钱多多不满地说道 张小驴给他指出了两条路 但都是死路 无论是赵可卿还是赵文山 只要是他提到这事 肯定是反对到底 所以想到这里 张小驴的心理顿时轻松起来 下次真的不敢再这么干了 太他妈的吓人 因为他实在是不敢得罪钱多多 在这样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电子产品的时代 他感觉自己在钱多多的前面 就是光着呢 他要是想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 估计只要是动动手指就能知道了 所以不能得罪 只能是吊着 哄着 帮我查个人吧 张小驴说道 谁啊 这个人 只给了我一张名片和电话号码 据说是在国内的猎头界很有名气 你看看能查到吗 贺家瑜 不认识 我知道你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他马上要到我们公司担任人力资源部长 不查清楚这人怎么样 以后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多雷 公司里的很多老员工和领导都辞职了 秦思雨要让这人去找高端人才 所以 我们首先要对这个人有所了解 万一将来有问题 也可以有个后手 张小驴说道 钱多多拿着名片看了看 问道 秦思雨让你干的 对 但这也是为我们自己干的 对吧 你在公司上班 你妈的意思不也是让你留意公司的一举一动吗 说白了 我是帮你的 你在公司有股份 我有个屁 要不是为你和你妈 我早就辞职了 楼上我的公司马上就要开业了 我才懒得管这些屁事呢 张小驴说得大意凛然 好像钱多多真该欠她的一样 等着吧 我回去查查 钱多多说道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这个女人很有意思 她来美安泰上班 但是上班的地点不在公司里 却要求在酒店上班 也就说 除了可能会去公司见秦思雨之外 其他的时间都是不在公司上班的 我就想知道 她在酒店里干嘛 张小驴说道 你管人家呢 干你屁事 话不能这么说 你想想 公司请她来是干活的 不是在酒店里睡觉的 你说呢 张小驴问道 也对 你要我也去酒店 那样最好了 就算是去酒店 那也得小心点了 不能再干入侵酒店监控设备的事了 怎么说 君豪也是个五星级酒店 这是出了第一次 就很难再有第二次 我干不了 钱多多说道 我知道 安全第一 你去试试吧 不行就拉倒 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或许你不用入侵酒店的设备 你可以入侵贺嘉瑜的电脑就可以了 他肯定会用电脑吧 一定会用酒店的网络吧 这点是对你来说 还不是小菜一碟 张小驴问道 钱多多看向她 问道 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这是和上次的不一样 那是你的私事 这是你是替秦思雨办事 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吧 钱 钱多多文言 真的就像她伸出了手 多少 看你的诚意了 张小驴摇摇头 从自己的钱包里 拿出来一张卡 说道 我的全部积蓄 都在这里面了 一共十万 都给你了 钱多多文言 狐疑地看看她 表示不信 张小驴说道 外面就有一个提款机 待会吃了饭 你去试试 可以取走多少 就取多少 提款机上一次 取不了那么多 我可以陪你去柜台取 这还差不多 算了 别麻烦了 我从卡里提到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里 然后转给你吧 张小驴说道 免了 我只要现金 转账之类的 就算了吧 钱多多说道 张小驴心里暗暗叫苦 这丫头看着傻拉巴机的 其实一点都不傻 现金多好 无声无息 了无痕迹 但是不管通过什么转账 都会留下记录 这笔钱 张小驴就等于是白送出去了 还没任何的凭据 不过也罢 这钱本来就是秦思雨给他的 目的就是让他泡到赵可卿 或者是钱多多 现在倒好 以这样的目的花出去了 下车吧 车到一家银行门前 钱多多对张小驴说道 干嘛 我呢 先去酒店等你 你取了钱来找我 到时候我们再谈 对了 先在提款机上取两万 再去柜台取 能取多少是多少 哎 我说你怎么这么财迷呢 我还得去排队 每天从提款机上取了 给你不行啊 不行 落袋为安 去吧 我在酒店等你 说完 钱多多再也不看他 张小驴真是服了他 这事都能干得出来 按说他也不是个缺钱的主 怎么就这么势力呢 张小驴的结论 是钱多多的这个德性 和钱洪亮是一样一样的 不但如此 就连开房的钱 也是张小驴掏的 不过这一次 因为是钱多多在主 所以是用他的身份证 开的房间 虽然是公司掏钱 你也不用这么狠吧 你说你一个人 住什么套房啊 张小驴说道 嘘 不知道为什么吗 刚刚我在咖啡厅 坐了一会 入侵了酒店的电脑系统 看到了贺家瑜的名字 他换了房间了 就在这个房间的下面 离得近一些 有现场记事感 钱多多说道 张小驴文言 低头看了看脚下 请客间都不敢大步走路了 问道 真的假的 不信你可以试试 打个电话 问问他不就得了 钱多多问道 张小驴没之声 坐在了沙发上 心想 钱多多这个人 一定要好好对他 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就像是他想的那样 在这个电子设备满天飞的年代 这个技术可以说是比 洞察人性更厉害 因为他几乎可以偷窥任何人 钱呢 钱多多问道 张小驴从包里掏出来七万块钱给他 说道 柜台只能取五万 我明天取剩下的三万再给你 放心 我不会赖账 谢了 你想知道什么 说吧 钱多多问道 钱多多问道 我想知道他是谁 和谁来往 要是能看到他房间里是什么情况就好了 张小驴说道 偷窥狂啊你 这叫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谁知道这人是干嘛的 现在公司风雨飘摇 你爸那时候的老员工都跑了 创业的创业 到竞争对手那里上班的也有 所以现在首先要保住公司 你才有钱分 否则的话 你有个屁啊 张小驴说道 说得也对 张小驴同学 我就是佩服 你能把自己的卧挫 说得这么一本正经 和真的是的 钱多多不屑地说道 不信拉倒 行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晚上睡觉关好门 好 我待会叫个外卖 就不出去吃了 开始干活 张小驴点点头离开了 直接去了餐厅 给钱多多点了几个菜 让他们直接送到钱多多的房间 对于钱多多这样的女孩子 张小驴已经想到怎么对付她了 不能按照寻常的路子来 要从另外的角度运作才行 当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张小驴的名字时 赵可卿微笑起来 随即就接通了电话 喂 怎么知道我现在有空了 我刚刚下班 还没吃饭呢 你呢 赵可卿问道 我也没吃呢 我去找你吧 张小驴说道 算了 你在哪 我去接你 说个地方 嗯 我给你发个位置吧 待会你过来 正好烧着我 张小驴说道 赵可卿看到张小驴的时候 发现他的手里 提着两个塑料袋 装满了蔬菜之类的东西 你这是干嘛去了 买这么多东西 你老说自己加班忙 上班累 我猜你们家也没多少吃的了 就帮你买了点 回去放冰箱里 应该够吃一周了吧 张小驴说道 看着身边的张小驴 再看看后座的那些蔬菜和吃的东西 赵可卿的心里 瞬间菊 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看 其实女人很容易满足的 只是一点小恩小惠而已 当然了 你送房子和汽车 好像效果更好 如果送不起 就先从小的地方下手 别什么都不表示 要不 回去我做给你吃 赵可卿问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晚我不走了 钱多多被我抓了差 今晚不回来了 张小驴暧昧地说道 什么意思 赵可卿一愣 问道 张小驴把自己让钱多多做的事说了一遍 赵可卿皱眉问道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不会 我见过他的本事 这点是对他来说就是小菜 而且 对方也不是什么厉害人物 就是个打工的 不会察觉到的 放心吧 张小驴说着 把手伸向了 他握着荡把的手 说来奇怪 虽然和张小驴 有过好几次的接触了 可是每一次和他近距离的接触后 他还是会感觉到心跳的厉害 想要把手抽回去 都没力气了 我开车呢 你老实点 赵可卿警告道 张小驴之躯的立刻松开了手 这也是赵可卿越来越喜欢他的地方 有分寸 懂规矩 而且关键时刻能帮自己一把 化验结果早该出来了吧 那晚的情况咋样 张小驴问道 奇怪得很 居然没能查到什么原因 我看化验结果里 什么都是正常的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这件事 赵可卿皱眉问道 会不会你就是喝多了 对这是太敏感了吗 张小驴问道 赵可卿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可是随即又摇头道 我还是觉得 那晚的是有猫腻 可是我也说不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想想那天晚上 我都觉得不认识自己了 做的那些事 简直是要疯了 张小驴笑笑 说道 可能就是喝多了 酒喝多了 就暴露了你的本性了 你的本性就是那样 也说不定呢 去你的吧 我才不是那样呢 要不是那次在酒吧 被人下了药 我感觉我一辈子 都不会和你那啥的 赵可卿说道 其实吧 这也没啥 男女之事 人之常情 就像是你爸说的中医一样 不通则痛 通则百通 你和钱总离婚那么多年 一直忍着 你看看你老得多快 你再看看你现在 你爸都从你的脸色看出来 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了 不得不说 老爷子厉害啊 张小驴说着 竖起了大拇指 滚一边去 说我呢 提他干嘛 赵可卿白了他一眼说道 嗯 老爷子没问你啥吧 张小驴问道 没问 也没机会问 从那之后 我还没见过他呢 怎么问 打电话问 我都这么大人了 还不知道自己想要啥 赵可卿硬气地说道 张小驴在心里笑了笑 心想 还嘴硬 你要是心里真觉得没啥 那你为什么不去医馆呢 还不是怕被问起来不好说 其实赵可卿还是很注意影响的 车到他家小区门口几百米的距离 就让张小驴下车了 让他走着进去 因为这个点正是下班的时候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不少 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家里突然有个年轻人 出入不太好 还是要去一个陌生的小区租个房子吧 你出来进去的不太方便 赵可卿给他开了门 然后迅速地关了门 说道 案子没破之前还是 暂时不要出去租房子了 我问了 那个人还没找到呢 还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比较好 再说了 钱多多也有意见 那晚我们在酒店里时 他第二天就和我说了 说你夜不归宿 不知道去哪过夜了 感觉怪怪的 张小驴说道 其实他不是没出去租房子 那次差点被绑架 所以现在都是心有余悸 而张小驴的考虑是 要是真的出去租了房子 钱多多很快就会怀疑 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就是尹清晨那里 自己现在和赵可卿 可以时不时地来一次激情约会 主要还是要兼顾尹清晨那里 所以不能怂恿他出去租房子了 是吗 赵可卿有些惊诧道 对啊 所以这是还得慢慢来 赵可卿去厨房里忙活 张小驴也跟着进去 站在他的旁边 帮他收拾洗菜之类的 赵可卿不时地看他一眼 这种感觉真好 下班回家 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做饭 相互一个暧昧的眼神 就能得到热烈的回馈 都回家了 还穿什么裤子啊 你不难受啊 去 换一件舒服的家居裙子 我记得上次那件就挺好的 张小驴的手放在他的腰间 从脊柱的位置伸到了裤腰里 赵可卿立刻就开始了反抗 但是却不能逃离 别闹了 等吃完了饭 一夜早着呢 你不是说你不走了吗 赵可卿问道 一晚上也不够啊 我现在就想开始 姐姐 求你了 就听我的吧 张小驴将下巴放在他的肩膀上 用非常低沉的声音 在他的耳边说道 你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这就要开始做菜了 你不吃了 赵可卿摆他一眼 娇称道 和姐姐比起来 再香的菜都是没有味道的 哪像姐这样的 色香味俱全 咬一口 满嘴生筋 你怎么不说满嘴流油呢 是骂我胖吗 赵可卿不为所动地问道 张小驴立刻否认道 怎么会 你哪里胖了 除了这两坨肉 哪里都是不多余的 架不住张小驴的软磨硬泡 其实他回家来是想过换衣服的 可是一想到他们两个人在家里 他怕自己忍不住 也怕他笑话 自己情欲旺盛 所以只能是借助保守的衣服 来束缚自己的欲望 而且 他越来越感觉到 自己走得太远了 都不知道 该怎么收回来自己的心了 一开始的阴差阳错 到后来的半推半就 再到现在都需要自己 竭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他不知道这样下去 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至少现在的自己 他都不认识自己了 人真的很奇怪 和身体有关的事情可以计划 但是有可能完不成 比如减肥 但是和感情有关的事情 计划赶不上变化 比如赵可卿 他一开始和张小驴的接触 可不是这样的 还拿着张小驴和耿乃佳的视频 威胁他呢 但是现在呢 他成了被威胁者 不得不说 和秦思雨比起来 赵可卿的计划性实在是太差了 秦思雨是要按部就班地去讲课 一切都是可以规划的 可是赵可卿的工作是医生 病人的病情才是他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一变再变 时时刻刻都在变 不得不说 职业有时候真的会影响性格 张小驴已在厨房的门口 直到卧室的门打开 赵可卿换了家居群出来 张小驴的眼神一亮 于是做菜重新开始 可是这时候 他就不那么老实了 就在他专心炒菜时 忽然发现他蹲下来 挪动了脚步 钻到了他的裙子里 他一下子就慌了 锅都差点搞翻了 可是此时他动弹不得 继续做饭 我研究一下群里风光 你 你干嘛 快点出来 这菜没法做了 赵可卿虽然有些饿了 可是张小驴不饿 因为他刚刚和钱多多 吃了不少东西 这个时候 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可是这菜 是绝对做不下去了 两个人在床上 折腾了半个小时后 赵可卿摊在床上说道 我真的饿了 是吗 那你想吃什么 香肠可以吗 张小驴坏笑道 这一来一去 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赵可卿这才起来去做饭了 他真是服气了张小驴的经历 居然这么好 你不是怀疑 那个叫什么时主任的 他有什么异常吗 张小驴问道 异常倒是没什么 我不想和他交往过深 他和人在外面开了一个黑诊所 专门取卵卖卵 都是一些不懂事的女大学生去卖的 他们不知道靠吃药短时间内产卵十几枚的危害 都被摘掉卖了 获得区区几千上万元 可是那个黑心的老板却能卖几十万 赵可卿说道 这个生意利润很大吗 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地下市场 这些年因为环境的恶化 食物的不干净 转基因 导致中国有上千万人不孕不育 所以地下市场买卖米青子卵子的活动很猖獗 虽然我们国内有合法的精子库 但是没有卵子库 也不能买卖 还不能动卵 总之 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试管婴儿要花费很多的钱 还不一定保证成功 这个费用也不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所以地下市场生意火爆 主要是便宜 赵可卿说道 宁静的夜晚 关上灯 然后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里 静静地感受着周围的暧昧氛围 听着他说话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室外有光照射进来 室内并不是很暗 是那种恰好看到对方的脸部表情 可又看不真切的光线 这是多少女人的梦想 对了 有件事我得和你说说 别到时候误会我 张小驴说道 什么 你那个宝贝闺女啊 现在越来越和我没大没小 你说 要不要把你我的事告诉她 我怎么感觉她好像是对我有意思呢 啊 真的假的 赵可卿文言 一下子起身要坐起来 但是被张小驴随即拉了回来 我感觉是 所以先给你打个招呼 你有时间 还是先给她打个预防针 她要是敢提这事 就一口否决掉 别给她机会 也不要给我添麻烦 否则 我到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张小驴说道 嗯 我知道 明天等她回来我问问她 要是有这苗头我就给她掐死了 赵可卿说道 这话我赞成 张小驴说完 一翻身 再次骑马征战沙场 此时张小驴想到了那晚在酒店的房间里 她在她的耳边说起的那些关于钱多多的话 当时记得赵可卿出奇的兴奋 不知道是因为喝了酒 还是因为这种是观人伦的话 前面说过 在合适的时间 在床上说一些都能接受的马早话 会大大的有助于两个人活动的开展 姐 要不然我不叫你姐了 你当我的丈母娘吧 张小驴在赵可卿的耳边呢喃道 你坏蛋啊你 还想着好事呢 行不行 不行我走了 说着张小驴抽离身体 离开了她 行行 求你了 你想我当什么就当什么 都随你 我都听你的好不好 一大早 张小驴去了酒店 他要去接赫家瑜去公司 老杨要开车去酒店 张小驴和他约好 自己先去酒店 到时候接了人下来给他打电话 张小驴当然没去赫家瑜的房间 这个点去了 肯定会挨骂的 于是直接去了钱多多的房间 钱多多也在睡觉 而且是刚刚睡了不久 开门时一脸的怨气 张小驴一看这表情 立刻递上了两万块钱的现金 钱多多这才忍住没骂他 张小驴心里倒是骂他财迷 查到什么了吗 张小驴问道 你自己看吧 就在电脑桌面上 后面都是音频 因为他后来把电脑合上了 所以从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里 没法看到他了 张小驴打开了桌面上的文件 看起来也没什么 钱多多此时走过来 伸手拿过去鼠标 向后拉着看 一直到了一个时间点 张小驴看看时间 大概是晚上十点左右 贺家瑜有了一洞 两口大箱子打开 放在地毯上 然后从行李箱里 又拿出来一个三脚架和相机 张小驴抬头看看钱多多 问道 他这是干嘛呢 张小驴对这一幕太熟悉了 当时他就是在山上看到了 沈乐和陈小棠 对着镜头作那时 野地直播 贺家瑜也会这么干 不可能吧 所以他问问钱多多 钱多多又向后拉了一下 张小驴看到房间里多了一个妖怪一样的家伙 吓了一跳 问道 这是谁 还是那个假鱼 他换了衣服 戴上了假发 还化了妆 我当时也吓了一跳 但是你看看他穿的这些衣服 知道这是什么吗 钱多多问道 啥玩意这是 他这是在玩cosplay 知道什么叫cosplay吗 钱多多问道 张小驴摇摇头说道 我怎么看着这衣服不像是正常人穿的呢 这人有神经病吧 什么呀 这是一种爱好 你看过日本漫画吗 他这次扮演的是日本漫画里的一个角色 我记得前天我还看过呢 好像是叫着眼的下纳里面的女主角下纳 还是说回刚刚说的那个cosplay 就是角色扮演 其实就是穿上漫画里的女主的服饰 看来这个小姐姐很喜欢日漫啊 有机会我得和她交流一下 钱多多说道 这么说 不是有神经病 张小驴问道 你才有神经病呢 这是一种很烧钱的游戏好吗 我大学同学有个人喜欢玩这东西 省吃俭用买衣服 或者是找人订做衣服 很贵的 所以 这个小姐姐看来是不差钱啊 你看看那两箱子衣服 可能都是这玩意 还会自己拍照 不简单啊 钱多多说道 张小驴砸巴了一下嘴 说道 这玩意能赚钱吗 能烧钱 钱多多摆他一眼 一头倒在床上睡觉去了 张小驴先是装作不知道的 给贺嘉宇打了个电话 喂 贺小姐 你搬哪去了 那个房间里不是你啊 我换了个套间 你上来吧 1717房间 那个房间太小了 贺嘉宇说道 张小驴站在门口 没有要进去的意思 说道 车在下面等着了 秦总上午要和你见个面 谈一谈 要是双方都满意的话 上午就可以签合同了 好 等我五分钟 说吧 把门关上了 张小驴支去地等在走廊里 直到贺嘉宇再次出来 进了电梯 贺嘉宇说道 张总不用这么客气 让司机来接我就行 我自己打车过去也没问题 不用每次都是你亲自来接我 秦总对您很重视 所以每次都要我亲自来接 不然秦总会不高兴 张小驴客气地说道 贺嘉宇早已从洛宇那里知道了 他的一切底细 所以也只是客气一下 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所有的客气都只是一点表面的礼节而已 看来洛宇说的没错 这个叫张小驴的家伙 确实是很得这个老板的赏识 和自己的会面 都是让他在一旁听着的 秦总 您好 我是贺嘉宇 这是我的名片 洛总介绍我过来 我非常的荣幸 希望我们能有合作的机会 贺嘉宇说着 双手递给了秦思雨一张名片 没有职务 没有公司 只有名字和电话 非常的简洁 因为公司前面发生了一些事 所以现在人员流动性很大 但是现在公司算是稳定下来了 离职的高管比较多 秦思雨把公司的情况说了一下 主要的意思就一个 你赶紧给我招人 尤其是对外方面的 他倾向于在本地找 在银行方面有人卖的就更好了 再一个就是总经理 因为秦思雨 还是财大商学院的副院长 还要上课 他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总经理 总览美安泰地产这个盘子 让他能抽身出来 这没问题 我现在就可以工作 一周之内 我会找人来面试 如果秦总觉得不合适 我再找 我做这一行大概五年了 所以找人这方面 我有信心 贺嘉瑜说道 嗯 那就好 我听骆总说过 你工作能力很强 没问题 你愿意住在酒店也可以 不来公司上班也没关系 我们都可以配合 只要是找到合适的人 其他的都可以商量 秦思雨说道 谢谢秦总的理解 我这人比较懒散 但是工作的是你放心 我会尽力完成 保证不会有什么纰漏 贺嘉瑜说道 这是两个精英女性的较量 一方在试探 一方给了足够的承诺 秦思雨抬头看看张小驴 张小驴会议 从一旁的打印机上 拿过来一打A4纸 那是打印好的合同 此时就铺在了贺嘉瑜的面前 贺总 这是我们公司准备的合同 请过目 如果没什么需要补充的 现在就可以签了 秦思雨说道 这些都是公司以前请律师 做的格式合同 一般是不需要修改的 也不能修改 可是贺嘉瑜拿过去之后 慢慢地看了半个小时左右 不时地拿起笔 在上面勾勾画画 之后 站起身推到了秦思雨的面前 秦总 我认为这些地方都需要修改 我如果入职 就是人力资源总监 也是高管 我不知道这份合同是什么时候起草的 但是在我看来 已经落伍了 现在的人力资源方面 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 就是我标出来的这些地方 都需要改一下 并且我认为 如果是按照我修改的这个合同签署的话 对公司会更有好处 当然了 对应聘者也是 这才是一个双赢的合同 贺嘉瑜说道 秦思雨点点头 接过去拿起来看了看 虽然他不是律师 但是商业上需要有一些合同的基本知识要了解的 他看完之后 又交给了张小驴 张小驴拿起来就出去了 他要把这份合同拍摄下来 发给范春田律师 不能贺嘉瑜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们是有法律顾问的 不问白不问 这样吧 我让司机把你送回酒店 这边律师去审查合同 看看按照你的修改怎么样 我们到时候再商量 如何 秦思雨问道 好 那我先回去了 不用司机送了 我自己打车就行 也想对云海市做个了解 到处看看 玩玩 熟悉一下 贺嘉瑜谢绝了秦思雨的好意 坚持自己回去 于是秦思雨起身 将其送到了电梯门口 此时张小驴也打完了电话 正好看到秦思雨回来 秦总 范律师说要电子版 他做个修改 好 你去把电子版发给他 秦思雨说道 张小驴发邮件 秦思雨坐在了他刚刚坐的位置 问道 对这位贺小姐有什么看法 会玩 嗯 看他那样就知道 一定是个会玩的主 年轻 有钱有闲 拿着高薪 住着酒店 不玩干嘛 张小驴问道 让你查他 查到什么了 秦思雨问道 暂时没有 都是一些很正规的介绍 毕业于北大 斯坦福读的硕士 剑桥的博士 学霸一级的人物 就是不知道怎么会到这里来 张小驴问道 不奇怪啊 这几年 海归都成了海带了 找不到工作的人有的事 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 他的家境应该不错吧 查到什么了吗 秦思雨问道 没有 有些东西是网上查不到的 我再试试吧 有消息再向您汇报 张小驴说道 嗯 那你好好查查 一百三十五万的年薪 我要知道我这笔钱花的值不值 秦思雨说道 多少 张小驴一下子惊呆了 问道 这是洛宇和我谈的价格 所以我很想知道他和洛宇 到底是什么关系 难道他赚了钱 都会交给洛宇吗 秦思雨笑道 老板 我觉得 你该给我涨涨工资了 你给我的太少了 他凭啥要一百三十五万 一个月就十多万啊 我的天 你可真是够大方的 张小驴说道 秦思雨笑笑 起身走到他的身边 此时他刚刚点了发送件 把合同给范春田发过去了 耳朵随即被拧住 然后就被低溜起来 张小驴只能是起身离开了座位 你还想要多少钱 我十万给你了 到现在没见到任何的动静 你和赵可卿怎么样了 世上床了还是摸手了 你倒是做给我看看 让我觉得物超所值啊 你做到了吗 秦思雨不满地问道 这个 这个不能着急 得慢慢来 对吧 这是急不得 是吗 那我告诉你 以后和老板谈涨工资的事 不要攀比 人家的工资高 那是因为老板认为 人家值那个价 你要是想涨工资 你得向老板证明 你也值那个价 你要是不值 和人比也没用 明白了吗 秦思雨问道 可是我真的很缺钱 我都快揭不开过了 打住 你等一下 既然这回说起这事了 我就告诉你 怎么和老板谈加薪的事 以后你跳槽走了 说不定能用到呢 老板 我不会走的 听我说 记住了 第一 不要在周一 周五 大清早去和老板谈加薪 周一一般都会开会 周五都想着休假 大清早老板比较忙 第二 加薪这事 最好是和老板打个招呼 不要搞突然袭击 第三 一次只谈论加薪一件事 不要把这事和其他工作的汇报搅和在一起 你说完了 老板可能记得你汇报的工作 没记住你要加薪的事 第四 不要拿别的机会威胁老板 不给我涨钱我就到哪里去 那你去好了 你要是真想去 就不会来找老板要求涨工资了 第五 不要和你的同事比薪水高低 自己对照一下 错了几条 秦思雨问道 老板好像是四条 张晓驴说道 贺家瑜戴着墨镜 在一处老房子门口停了下来 摘掉了墨镜 看着这房子斑驳的墙壁和老旧的大门 有些感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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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